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没有办的乡运到我们今年 七年前办过一次之后到现在 因为疫情 2019 2020 2021到今年2022 本来要预计在2020要办的 两年要办一次的乡运 因为我们的疫情推迟到现在 所以希望大家能踊跃走出户外 把这个疫情战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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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翌頭壘anja人 復活 現在萬代ノ素裏保釁負擄大 這樣就很好聽 我就是尾破天氣 尚聲不� farklı 讓大家思想要來祢奏 經營好好 讓我們的好兄 想一個幸福的好嗎 好 非常開心啊 離港相睽違相運七年了 很感謝大家四年前把我推上了這個舞台 我相信我這四年所做的 本地人應該都知道 外地人也普通普遍都有知道 說有聽到離港非常的幸福 未來也希望說大家有機會進來 我們不只有高額的生育補助 我們還有營養午餐、學雜費 國中小都全免 未來我上旭任之後 還要推行到幼兒園、大中小班 營養午餐都不用錢 希望說未來可以越做越好 還有很多的福利 這也感謝我們這幾年 大家不嫌棄我啦 慢慢把離港帶來越來越好 無論是道路、水溝 以前比較欠缺的東西道路 A系道路 所以我們都做了很多條 水溝以前都沒有再清了暗溝 我們一條一條的清起來了 今天目的就是為了讓大家 能在這裡跟縣長一樣安居樂業 未來離港好幸福絕對不是一個口號 未來還有很多福利政策 像我們的過江 我們要蓋一個體育中心 跟拖音中心 還有一個活動中心 離港有非常多的地方沒有活動中心 希望說在我續任之後 要推動的東西非常的多 也很感謝大家啦 之前一條一條幫我 往上了這個舞台 我們的福利 需要一個擔當的人 我敢開支票 絕對有敢做得到 我不開空頭支票 這是我復興給我的一個建言 我們不能開空頭支票 所以我們盡量要做得到 做得到 祝大家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謝謝 謝謝鄉長